好 儿臣恭贺母后 此番严禁之乱被平定 乃我朝之洪福 母后仁爱 父皇婴 才有如今的盛世局面 儿臣拜福 皇儿说得是啊 此番司徒奉剑 平定严禁之乱有功 待他回皇城之后 本宫和皇上 自当封赏于他 至于英勇战死的 龙玉关守将李敬忠 本宫会与你父皇商议 为他封妻殷子 母后圣名 这流星好美啊 也不知道奉剑能不能看到 好想知道奉剑此时在做什么 是否和我一样 看着同一颗星星 赢尔 赢尔 是你吗 一碗星星 你这个从外邦来的 这回恐怕要甘拜下风了 果真 那我们可要秉持一番 真没看出来啊 你还真是天赋一禀 无论是 轻功 打斗 下棋 骑马 都是一点一的高手呢 我这回服气了 甘拜下风 我来这里的时间尚短 多亏你教我两多 但说下棋 你就是我的老师呢 老师在上 请受学生之礼 难得仲天大侠 连我能说会笑的时候啊 看见你笑一笑 还真是不容忍 马上就要回皇城了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我还是保持我的初心 继续找寻拯救神域的方法 我愿与你一当 助你一臂之力 这件事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置身事外 我这个人 恐怕是个不祥之身 我不想再带给你无休止的麻烦 时至今日 你还要对我说这样的话吗 其实有些话 我是想对你说 可否等到我们回到皇城 我再跟你讲 好 好 我等你 好 公主 我要怎么样才能娶到你 诗词歌赋我这辈子是没有天赋了 刀枪棍棒我还是可以的嘛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如果以后真的娶了公主的话 我要是不会写字 那岂不是很丢人 不能给公主丢人 公主啊 你要知道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 我一定会好好练写字 我一定会娶到你 我一定 一定会 再来我也要坚持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啊 天哪 怎么回事啊 这鱼怎么又死了 我这个味儿的 这都什么味儿啊 你们几个 快点弄干净啊 别接受了主子 你们快点捞啊 那人呢 那边还有 快点啊 对对对 汐儿 咱们去看看 发生何事了 太味儿了 那还有那儿 来 参见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万福今安 起来说话 公主问发生了何事 为何如此慌张 公主容禀 前方不变 奴才身孔惊热了公主 正在让人诉诉清理 还望公主殿下见谅 身为内侍 慌慌张张 底下人见了 还不知道会传出什么事呢 公主殿下 奴才冤枉了 奴才也不知道为何 这两天池中的锦礼 常常无故死亡 换了好几批了 可是这锦礼 本来活蹦乱跳的 一进这池里 就变得无精打采了 没查明原因吗 查了 但是 也没查出什么来 短短数日 这锦礼又翻了杜白 奴才不知该如何是好啊 公主 您还是别走这条道了吧 您身份尊贵 这条道这么斜斜 还是避开为好 奇怪 为何锦礼纷纷死于非命 没道理啊 宫主 宫主 我觉得呀 肯定是天气转热 那些内侍照顾不周所致 为了逃避责罚 才故意这么说的 坏了宫主的兴致 实在是该死 不对 那为何宫中 其他水域的池鱼无恙 偏偏是东宫前的太叶池 出了问题 宫主 这些小事 何必劳烦您忧心啊 算了算了 不管了 自从母后论宫行赏 封了昊玥的官职 她就再也不能在宫中 随意出入了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闷死了 让开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奴才知道 您是裴家大小姐 还请裴大小姐 不要自为难奴才了 我让你让开 你听见没有 裴大小姐 奴才真的不能让您进去 求裴大小姐捶脸 裴洛卿 裴洛卿 你长本事了 竟敢在宫中如此放肆 殴打内侍 如此无礼之举 可与你的身份相配 你们自己告诉宫主 到底发生了何事 启禀宫主殿下 太子殿下有令 今日东宫闭门谢客 任何人不得入内 任何人 是的 殿下 不可能 太子谁都可能不见 就是不可能不见我 宫主殿下 太子哥哥的意思是 连我也不能入内 求宫主殿下 不要为难奴才 您看啊 宫主 您应该明白我为何动怒了吧 这样的奴才 还不如杀了魏鱼 太子哥哥不见我们 定有他的缘由 既然如此 我们改日再来拜访吧 多谢宫主殿下 多谢宫主殿下体恤 告诉太子哥哥 我来过了 奴才定当禀告 走啦 你再在这儿待着 太子哥哥也不会见你的 走啦 我不走 走 公主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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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走 不走 为什么不走 我要见太子 你要站在门口 灯望复食啊 公主 跟我走吧 难道 你想让这宫里的人都知道 你被太子哥哥 举着门外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不如 去我宫里坐坐吧 我告诉你 千万别一天到晚地 黏着太子哥哥 盯得太紧 会被嫌弃的 公主殿下 您可觉得太子 最近有些不对劲 太子哥哥 他怎么了 我听爹爹说 太子最近 不但对朝臣 巨傲无礼 刚愎自用 今日早朝时 太子更是 公然顶庄二胜 我实在放心不下 所以特意前来 谁知 竟然吃了闭门羹 怎么可能 太子殿下一向 温润谦逊 谦谦君子 怎么可能顶撞皇上 可不是嘛 所以我才匆忙前来 公主细想 太子最近 可有什么异常 没有啊 我回宫之后 与皇兄相叹甚欢 短短两日功夫 皇兄怎么会性格大变呢 还敢顶撞父皇母后 这怎么可能啊 实在是奇怪 公主殿下 奴婢有话想说 起来说话吧 你有何事相告 如此慌慌张张 公主 能否让旁人 先行离开 大胆 无妨 你有什么事 尽管如实说来 一切 由本宫替你做主 多谢公主 奴婢 奴婢觉得东宫 怕是有了邪算 大胆 大胆 小小宫女 谁给你的胆子 在此妖言获重 来人 把她给我拖出去 不要不要 公主殿下 我真的没有 等等 你继续往下说 前天夜里 奴婢在东宫守宴 啊 谁 大胆 深夜攻进 何人敢在此随意走动 啊 这些心理怎么了 这可是大大的不及呀 不行 我得告诉公公 要不然 被太子殿下发现 我可就惨了 啊 重口 你个小小的宫女 深宫之内 哪来的妖怪 朱少 你先听她说完 说什么 雨死了 和有邪碎 两者完全无关 她这是在推卸责任 雨死了 她是要受到责罚的 可是推到鬼怪身上 她就没有责任了 奴婢不敢 奴婢真的没有推卸责任 公主殿下 我是真的 真的看到邪碎了 看到邪碎了 公主 此事 你可曾对别人提起过 没有 我谁都没敢说 没说就好 我告诉你 此事 你这段没有发生过 切不可泄露 要是让本宫听到 从别人口中泄露出来 我定不会饶你 是 奴婢一定不说 你退下吧 是 公主 要不 要不我这就去禀告母后 查清真相 公主 不可 为什么 出了这么大的事 不告诉母后怎么行 公主殿下 我求您万不可告诉皇后娘娘 这件事情 一旦传出去 那可是会动摇太子殿下的储君之位的呀 爱情公主 千万三思啊 你这三思四思的 那你说如何是好 温义真中了邪碎 那太子哥哥也是无辜的 这种事不应该找太史局的李大人吗 他贵为国师 又是袁天罡的传人 请他来 定有办法 没错 我立刻就去 还请公主保守秘密 三日之内 我定查个清楚 嗯 公主殿下 难道咱们真的要瞒着二圣 事关太子 知情不报 可是弃君之罪呀 公主 这屋子 打扫得都快两个时辰了 这地都要被你翻过来了 辛苦你了啊 怎么着 我就是在等我们家小姐回来 你酸我也是枉然 本姑娘今天心情好 不与你计较 我还不跟你计较呢 我家小姐 那可是大清早就进了宫 与太子殿下 闲话家常去了 你干吗 你干什么呀你 那又如何 与我何干 要不怎么说呢 君是君 臣是臣 你家小姐呀 就没这个命 是土鸡还是凤凰 都还不知道呢 你说什么 你竟敢口无遮拦 你敢 我又没说你家小姐 你着什么鸡呀 你说的你 你倒是说呀 我说什么 好了 好了 吵什么呢 吵吵吵吵吵吵 整天就知道吵 李大人 见过李大人 醒秋啊 那算算时辰 奉剑该回来了吧 回大人的话 这时辰已经差不多了 奴婢已经按照大人的吩咐 让后厨备了小姐喜欢的饭菜 就等小姐回来开饭了 好 好 好 这孩子在外面也不知道吃得好不好 瘦了没瘦 那西域可不必惊毒啊 奉剑喜欢吃素 西域多浑腥 我估计这孩子就没好好吃上两口 回大人的话 只要是小姐爱吃的 我都准备了呢 好 好 我估摸着 这是奉剑的马到了 小姐终于要回来了 对吧 陪众啊 你把马牵到后面喂草去 是 这 大人 为何小姐只让马回来了 小姐她人在何处 这信上到底写了什么呀 她呀 她说她现在有要事在身 等把事情办完之后自然会回府 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二生还等着她要回来召见她呢 她怎么就不打声招呼她人就走 李大人 我有要事相伤请借一步说话 你这孩子怎么慌慌张张的 李大人 冷静 你冷静下来再说话 也去哪了 怎么会放马儿自己回来了 这不像她一贯做事的风格呀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想必李大人 您不会做事不理吧 二圣是否知道这个情况 暂时不敢惊动二圣 但是我实在是担心太子殿下的安危啊 行了 这事老夫知道了 你回去吧 李大人 我知道平日是我怠慢了您跟奉剑 但是此事事关重大 还请李大人明察 裴洛卿 宫中之事 乃老夫职责所在 你不必多虑 那我便先行告退了 这次千万劳烦李大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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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到底有什么事啊 你有没有发现 近来宫中 发生了好多奇怪的事情 有啊 我觉得你就挺奇怪的 哎呀 别闹了 我是认真的 东宫里的鱼 本来活蹦乱跳的 可这两天 死了好多好多条 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吧 不是的不是的 其他地方的鱼 都没事 可偏偏是东宫里的鱼 接二连三地死去 还有还有 有人说 在东宫里 见到了好多异常的现象 你说 会不会 是出现了妖怪 你是说 你怀疑东宫里面有妖怪 嗯 你不知道 今早太子哥哥 竟敢当众顶庄二胜 我都怀疑 太子哥哥 被妖怪给控制住了 你这么说 好像是有些蹊跷 哎 要不然 你去找找仲天大侠吧 他见多食果 兴许会有办法 嗯 好 我去告诉师父 那你一个人 在宫里面要注意安全 嗯 起来 众天 芊芊呢 芊芊去哪儿了 求你了 仲天 求你了 你告诉我 她为什么一句话不留就走了 为什么 她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就走了 你告诉我 急了 芊芊她其实是 她 其实芊芊已经离开这里了 回师门去了 不过啊 她知道你是跟壁虫 肯定会跟着去的 到时候扰了她的修行 可就麻烦了 所以才没有告诉你 你看 这是芊芊留下来的药 专门留给金银山庄助人的 真的吗 可是为什么 你们都瞒着我呀 不光是仲天 连我爹都瞒着我 那就要问问你自己了 动不动就哭鼻子 大家怕你先受不了 才不敢告诉你的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要去找她 芊芊是跟着药盛 云游四海 进练医术去了 四海为家居无定所 具体去哪儿 这个我也不知道 没错 我刚才就打算告诉你 以免你继续消沉下去 那我怎么才能见到她 你看 这个是芊芊专门留给你的 海棠花的种子 等你把这种子都种下 海棠花开满院的时候 芊芊就回来了 这有什么难的 我现在就去种 为何要说谎 不告诉她真相 真相是何极残忍啊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 还给了其乐一个 不该继续的城堡 其实那些种子 永远都不会开花 就像很多已经离开的人 再也不会回来 但是活着的人 总要有希望才能撑得下去 认清现实 总比一味逃避 给个虚妄的未来要好吗 那你我之间 到底是谁在一味的逃避啊 跟我来 风姐 你还记得这里吗 记得 这是曾经 你送我佩刀的地方 又把她 Even the 月 新闻 对 在肯定 进 在樊梯 � защ 民 更 都是 刚 香港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如今我们已经回到皇城 我说过 我有些话要跟你说 我也有些话 想要告诉你 你先说吧 仲天 我想 我早已心悦于你 希望此生 能与你携手白头 奉倩 对不起 你 你 你说什么 我想说 能够遇见你 是我最大的幸运 但我不敢奢求与你同行 此生 我们注定各归陌路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千辈 不 不是因为千辈 那是为什么 你总要给我一个理由啊 奉倩 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有一天 我会离开这儿 回到我的家乡 那是你穷击一生 也到达不了的地方 既然我们注定无法相守 就最后不要开始 我们把最好的一切 都停在现在 好吗 不好 我说过 我来自那里 更何况 我的家乡 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浩劫 即便是我 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回去 又或许 明天我就会因为能量耗尽而死去 所以我们 注定不可能 我不在乎 哪怕只能跟你在一起一天的时间 我也无所谓 但绝对不是你这样 还没有开始 你就已经想退缩 可是我在乎 我已经失去过千倍一次 我不能够再失去你了 因为我知道 如果不想失去 那就不要拥有 仲天 这一路走来 你我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 我何曾怪过你 我司徒奉剑 何曾惧怕过困境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凤姐 保重 我不能够 是 没有 没有 我 没有 都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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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妖什么母 又出了什么事了 您不知道吗 有妖怪 东宫里面就是太子的寝宫 东宫里面有妖怪 您小心祸从口出 是广玉公主亲口告诉我的 是她让我来找您的 快跟我一起去吧 广玉公主 再见 公主 快走 快走 参见公主殿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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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公主 快走 快走 参见公主 终于找到你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意念中的空间 我是靠强大的意志力 才得以穿越诸多时空 联系上你的 我已经平安到达地球 并且控制了这个王朝 最强的几种人 不过严禁碎链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修复它 而且 我的体质似乎与这个星球并不契合 我的能力被削弱了很多 严禁是双刃剑 月圆之石 虽然靠它的威力 能打开一族通往地球的通道 但平时它宛如一道守护屏障 将连接地球的通道死死地封住 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打通吗 严禁也是一道封印 封印 那照你这么说 严禁碎裂了 那封印岂不是已经松动了 没错 现在通往地球的通道虽然并未完全打开 但是已经扭曲死力 异族降临地球 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现在需要做的 不是修复严禁 而是将严禁的那些碎片 一并毁掉 严禁碎裂之后 下落不明 连这里的太子都找不到踪迹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好 不愧是我的儿子 我只希望你记住我的成果 我等你的好消息 这光天化日之下 就算真有什么邪碎 也不敢出来捣鬼 我倒要看看皇兄 到底在搞什么鬼 话称 乙军也在这里啊 真是冤家路窄啊 你是谁啊 为何会出现在东宫 来人啊 来人啊 来 来 来 花仇 你不是说 你愿意为了少圈君死吗 既然如此 那我就成全你 只要你死了 我就可以提取你的能量 补充给尚轩了 这不是你讲要的结果吗 公主 什么人 胆大包天 竟然敢对公主行凶 昊玥 快带公主离开这里 师父 我先带她走 然后带别人来支援你 帝云 为什么是你 怎么会是你 神域之阵 你不是被异族大将用灭神戟辞中了吗 你怎么 你身上怎么会有异族的气息 难道你也背叛神域了吗 仲天 你少在这里惺惺作胎 你少在这里惺惺作胎 我是谁 难道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我只知道你是神域七神之一 我的同伴 我的兄弟 谁是你的同伴 难道你也被天皇控制了吗 抵御你醒醒 我是仲天 被天皇控制 我本就是异族的皇子 是尚轩把我带走了 这一切都是神域为了颠覆异族使的卑鄙手段 下作至极 你怎么可能会是异族的人 尚轩他对你一直 不许你提尚轩 你有什么资格替尚轩 尚轩以性命相托 将神域的未来都交给了你 你却留恋地球留恋人类 误入几土 浩月 化成 包括前卫 他们早就死了 就算你眼前的人 再怎么跟他们相死 也不是他们回不到过去了 你辜负了神域的期望 更辜负了尚轩的期望 你才是最不可饶恕的 你 该死 没想到 你已经将神域和易族的力量融会管通了 这次我要将一切都吞噬 你已经将神域和易族的力量融会管通了 这次我要将一切都吞噬